好,同学们,前三道题啊,我们发现我们练习的实际上都是一个思想 一个思想呢,既可以用在直线的这种题当中,又可以用到曲线的这种题当中,对吧? 对,好,那老师告诉你,这道题就不再用前面那个思想了 来,现在啊,你大概扫一眼,你不用管这个题里面说的是什么 你就看一下这道题它有多难 首先你看,正常来讲,数学题当中一定要出现数字,数字 而这道题出现的数字特别少,尤其是有用的数字,对吧? 嗯,好,那么我们现在来读下题 说呢,每天中午,有一条轮船从哈佛开往纽约 那么并且,每天同一时刻,也有一艘轮船从纽约开往哈佛 他说,轮船在图当中,大约啊,都是航行七天七夜 那么诗问,某条从哈佛开出的轮船,在到达纽约时,能遇上几艘从纽约开出来的轮船呢? 好,同学们,你观察一下,这里面好像除了这七天七夜之外,就不再有其他有用的数字了吧? 是啊,咦? 你知识条件如此的少,然后还让我们,让我们遇上了几艘船,要求倒是挺多的是吧? 嗯 那这种题怎么解呀? 不知道吧 哎,老师告诉你,遇到这种问题,你一定要始终接受,也形成问题的那个最关键的方法 就是要画图,知道吧? 但是你想想,这么特殊的一道题,能画一般的图吗? 不能 不能,哎,所以老师今天教给你一个新的图,叫刘卡图,它呢,是刘卡这个人发明的,所以就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了,刘卡图怎么画呢? 首先老师告诉你,刘卡图啊,有的人把它称为是时间图,那有的人说了,那刘卡图里面就只有时间吗? 不是的,刘卡图里面不仅有时间,还有路程,也就是距离 怎么回事呢? 是这样的啊,你想,从哈佛到纽约,这条路,船在这里面来回走,对吧? 有一些船在这里去了回来去了回来,但是你会发现,这个路线走的时候是不是有同合部分呢? 是 哎,那么现在呢,就这样,我把这个图啊,给它拉伸开,不同的时间走的,我给它撑平,明白吧? 把时间拉伸开了,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,这个路它是不是这样走的? 嗯 哎,那我分析起来是不是也好分析了呀? 是 好,那各位们,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怎么去解 首先呢,老师告诉你,在这里面,那每艘船是不是都要走七天七夜呀? 嗯 嗯 好,那现在你想,它研究的是某条从哈佛开往纽约的船,那这个船从哈佛出来,假如说这是哈佛啊,一直到达纽约,它是不是要用七天呢? 是 假如说从这一点到这一点,就是这之间的天数就是七天,在这七天里面,它肯定会遇到船吧? 对 哎,那你告诉啊,首先在它出发的时候,能不能遇到一辆船? 嗯 能不能遇到一艘船? 嗯,可以 可以,对吧? 嗯 这艘船可以是七天前从纽约出来的吧? 嗯 哎,七天前如果这艘船从纽约出来的,是不是刚刚好在它出发的时候,能看到有一个船正好过来? 嗯,是 哎,好了,那这时候能遇到一辆,能遇到一艘,好,那么各位们,再来往后看啊 那此时在途中,其他位置是不是还能遇到? 是 哎,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觉得把时间点细细的画起来了? 嗯 好,那现在呢,由于这个图啊,画起来比较庞大,所以啊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桌 它这里面是这样的,在它刚要出发的时候,能遇到七天前从纽约过来的船 然后呢,你想啊,它每天这个时候是不是都发一艘船? 嗯 每天是不是都发一艘船? 是 好了,那么各位们,你想,当它到达这儿的时候,是不是刚刚好有一艘纽约,从纽约出去的船刚要离岸? 对 对吧 嗯,好了,也就是说,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能遇到一艘刚要离岸的船? 是 好,同学们,那你看,就这样,每天我都画一条虚线,虚线表示的就是它要遇到的船 那这样,从七天前出来的,一直到它到达的那天再出来的,这些船它是不是都能遇到? 是 哎,快数一数啊,一共多少艘? 首先,这儿有一艘,开始的,对吧? 嗯 好,刚出发的时候,能遇到一艘,那再来看,图当中一共遇到了几艘? 好,数一数,13艘 好,12345678910111213 中途是不是遇到13艘? 是 到达的时候,还遇到一艘,加在一起共15艘船 好,一共15艘船 好了,那这道题就解出来了 也就是,从它出发,一直到到达纽约的时候,一共遇到了15艘船 同学们,你现在来看一看 就这种题啊,用刘卡图的话,虽然给的数字少,但是依然能解出来啊 嗯 哎,所以现在呢,老师告诉你,刘卡图实际上啊,也是我们数学解题当中的法宝 当遇到这种语之条件比较少,要求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一想,能不能用这个图来解呢 好了,那老师告诉你 刘卡图实际上是,急着路程和时间在一张表上的图 明白了吧? 明白了 它的纵向表示的是路程 红向表示的是时间 实际上呢,就是把整个的过程给它拉扯开了 对吧? 嗯,好了 那在这里面总结一下,必要去做,横向表示时间,纵向表示距离 好,那现在呢,刘卡图大致你已经绘画了 那现在我就要把这个题题的加深了 看一看下一道题你会不会做呢 也就是 vista 小时候 给我们做一个打稿